好,我们来看一下1.2的这个原子的结构,好吧 所以这一边有没有图,我印象好像是有一个图 稍等一下1.2的应该是有图,猜多一分来看看 所以它要复选,这个是什么复选,A是什么B是什么 所以复选来讲,它就是要你选它的名字,它的带电的一个状态 再看一下图,A,这个明显在外面而且有一个复 当然它为什么会放正复呢?因为如果不放正的话,我里面这两个蓝色跟红色,我也不懂要怎样区分 所以它有一些就是已经有漏线了,这一题好像我之前在静电那一边 已经给过大家做了,A的这个是电子带负电,B的那个是什么呢? B的这个应该是直纸带正电,C的话是中纸不带电 然后D的话是原子核也是带正电的,也是带正电的 因为里面有直纸也有中纸,中纸不带电,直纸带正电,那就整个结合起来 也还是带一个正电,OK,所以这样子来看 配对发现和科学家 科学家他发现到原子是十星球体,这个是道尔顿提出来的 过后就有西瓜模型,是汤姆森 他是讲说原子内呢,有这个带负电的电子在里面 很像这个西瓜里面的种子一样 然后呢,这个路色浮 Rudelford 他是发现到原子中心呢,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原子核 他用电子去打它,然后呢,他打部分呢,是可以通过去 只有少部分呢,会偏折回来,还有一小部分呢,是会转弯 是会通过去,但是会转弯 所以他觉得说,应该有一个原子 应该有一个很小的原子核在中间 而且是带正电,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发现 最后一个呢,是把整个原子核 原子核式的模型 然后呢,这个电子呢,有轨道的,是有偶尔提出来的 虽然这个比较烧,比较冷门 这试题其实比较冷门 不过是在那个,也是在课本里面有的 所以我们也稍微的来,不然的话我们有题目好处 OK,再来的就是,再来还有图吗?没有什么图了 再来他就讲说,一般不带电的情况 下列数目一定会相同的是哪一个?如果不带电的情况 来讲,子子跟核外的电子数目一定要相同 中子的话呢,可以一样可以不一样 好,这个相对原子质量呢,就一定是子子加中子 但是也不一定是,中子也不一定一样 然后呢,大部分的质量呢,其实是在原子核那一边 数,这个中文不是数 就是大部分呢,集中,哎呀写错字 所以集中在哪一个部分?然后呢,这个是子子 这个是中子,是子子加中子啦 所以他必须要选这个原子核,集中在原子核那一边 OK,有没有问题